接下来就是我字的颜色 请选这些字 这些字 选到这些标题字 常用这边的字型 请一样用色彩选择工具 色彩选择工具 然后去选第一格主色调 还有下面这些字 下面这些字也要用这个主色调 因为这是网站上面他用的习惯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一样请把下面这一些字的色彩 字型色彩透过色彩选择工具 选到第一格主色调 OK 我们大致上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主背景 还有字型色彩 好 我们先来看整体的感觉 请点选投影片某片的关闭某片解释 好 你现在来去看你的简报 可以吗 可以吗 你这样看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会有那种一致性的感觉 你自信的感觉 你自信的感觉 你自信的感觉